嗯 是谁在外面啊 有人吗 有人吗 崔环 救命啊 救命啊 有人没 救命啊 崔环 走 崔环 走水了 崔环 走水了 走水了 快救火 快救火 快阻止大家 快救火 谢小妮 绝对不能死 开门 开门 霓裳呢 霓裳 霓裳 霓裳呢 霓裳 我想起来了 霓裳去厨房取酸梅汤了 什么 那她一定还在里边的呀 霓裳 霓裳 别让他们过来 你们都别动 好 师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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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霓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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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 走 带着霓装 快走 走啊 走 快走 要好好地换下去 娘 师父 小姐 娘 娘 娘 姐妹们 请留步 我有话要问大家 师父寿臣那日 大家吃宴席到河晚 我因醉酒去厨房 找蒜莓汤盒 可我刚一进柴房 门就被人从外面锁上了 所以我想知道 那段时间里 你们在哪儿 和谁在一起 可有人能证明 颜文秀 那你呢 你在何处 可有人能证明 荒谬 明明是你杀害了什么 众姐妹不拉你去见官 也是仁慈 你为何如此掌控 竟敢质疑到我头上 我只问你 你在何处 可有人能证明 我无需向你回答 你必须回答 你 你 你算什么东西 敢来质问我 你 我一直想跟你说 在我心里 我早就把你当做了我的娘亲 你 我没有家 云锦庄就是我的家 可是 我都暧昧来得及告诉你 我的本命其实 叫做仙晓妮 谢小妮 这名字为什么这么熟悉 感觉似曾相识 宁耀姐姐 你 你 你快看啊 找我名字干吗 王爷 你怎么样 头又疼了 王爷 谢小妮 王爷 反正此地无事了 您身体又不舒服 运送瓷器的车队 明日启程 所幸 我们跟车队 一块儿回京城吧 好